克洛普中路透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红军利物浦佐以4比1大胜西汉姆连 也让他们的战绩 谈升到英桥第二位 赛后红军总教练克洛普 Jergen Klopp表示 这是我们最好的比赛之一 谈到本场比赛 克洛普说 我不认为身为一位总教练 你能够预期今天的比赛会那么的顺利 大比分的比赛真的非常少见 但我们把握住了 这是一场赏心悦目的比赛 我的球员们持续的努力 今天的比赛我看到了很多 我们在训练中做到的事情 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这绝对是我们最好的比赛之一 球队的反击非常犀利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帮助 我们都知道莫耶茨 David Moyes组织球队的能力一流 自从他执教西汉姆连后 他们就已经回到了正贵 克洛普补充 红军副队长尼尔纳 James Leonard 则表示 剩下十场比赛的情况下 利物浦能够排在第二名的感觉很棒 作为一个团队 我们需要继续努力前进 利物浦下一场比赛将在3月4日 继续在主场迎战牛卡索连 全力争取连赛三连胜 我们下期见